同时,刑事技术人员进入现场进行初步勘察 事发现场从表面上看,死者的确像是自然死亡 雷气中毒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年轻的赵某究竟是自然死亡,因病猝死,还是被人杀害 这事儿确实让人们觉得有些蹊跷 在初步勘察后,发现死者脸上和脖子上有一些不明显 这痕迹究竟是胡字还是血字 他自己的血,滴到那里的条件则必须是直立状态的 按照受害人在床上躺着的状态 耳朵里的血不可能会滴落到右肘部 警方居此推断,受害人应该是在直立状态下受到袭击 从处理现场的方式可以看出,凶手作案十分从容老练 而最让办案民警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凶手选定的作案时机十分精适 集中了不可思议的 这片地是阿建自己家的杨树林 阿建一过花甲之年,会不会是在祝福斯大? 阿建与阿建的矛盾看似微乎其微 不过阿建之所以进入警方的视线 灯带为什么会出现在阿建家的地理 阿建的灯带又上脑去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不得不引发侦察员的联想 留在现场的民警搜索四周 他们希望找到受伤女子的手机 尽快通知她的家 女子的手机会不会放在电动车的某个地方 民警打开电动车后备箱 没有发现手机 却发现了一包塑料袋包着的东西 民警没有找到女子的包 却找到两个黑色的绒球 有人认为这是女孩子包上的装饰物 这说明事发时女子带着包 她的包 面对这起复杂的交通事故 多元县公安局连夜启动命案侦破旗帜 试图揭开真相 八米八 女子的手机和手提包哪里去了 在公路上发生事故 财务失踪有两种可能 要么被人捡走 要么被人抢走 现场发现的一只绒球上 带有一个金属挂钩 如果它挂在背包上 即使骑车摔倒 背包飞出老远 绒球也不会轻易脱落 除非有人用力把它扯下来 会不会是有人想夺女子的背包 扯断了挂在包上的绒球 但是我们判定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些 殷勤财殷勤的命案 从现场看 女子有可能遭遇飞车抢夺摔倒 财务被抢走 也有可能遭遇 赤裸地躺在房间的地面上 想要把她的女儿抱起来 拖到怀里 给她暖一暖 暖了一会儿也没有反应 出于对刘慧娟的保护 家人把她抱到了沙发上 还盖上了被子 之后就报案了 根据家人的描述 出现场的法医做出了第一判断 所以我们的第一感觉 会不会是一种强奸杀行案件 可是随后 警方在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的时候 却对这一判断产生了怀疑 死者身体上没有任何的水伤 据了解 刚刚45岁的刘慧娟 身体一向而好 没有任何疾病史 包括经常情况的话 如果说是服毒 大多数可能要有偶突的这种表现 所以说我们还是按照一个 命案机制 这个案件进行侦破 古辱杰是泰安市公安局 戴越区分局 刑事侦察大队副大队长 在他最初进入现场的时候 就感觉到这个案子不同寻常 他们无法判断死者的死因 也不知道凶手行凶的目的 现场的多处反常 让古辱杰感到很是疑惑 一个裤腿是正常脱 一个裤腿是反着脱 如果是别人脱会直接扒 就是两个腿是直接拽下来 就像我们正常人脱件一脱 他会先脱 无论先脱左还是先脱右 这个正脱脱 而这个是一反一正 除了刘慧娟裤子的脱发 有些反常外 其他外衣的状态 也十分不轻脱掉 显然不应该这么顺利 还有 根据以往的经验 性侵案件中 施暴者一般不会把 受害人的衣服 脱得这么干净 所有的衣服 甚至包括屠城 如此怪异的现场 让警方十分疑惑 他们无法判断 歹徒是如何行凶 从而导致刘慧娟死亡的 不过 可以从现场通从通风有问题了 但当时 卢子是熄灭的 刘慧娟的母亲说 卢子一直没有使用 他们也就没有朝这个方向调查 如今看来 因为烟囱问题 导致刘慧娟 一样化碳中毒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 于是 警方立即对刘慧娟家的烟囱 进行调查 有一年九十休 烟囱的主体 已经遭到了破坏 通风口 堵塞严重 想起来就是说 做一个侵查实验 把那个炉子点到 看看到底会发生 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实验表明 炉子点燃之后 烟囱和墙上的排烟孔放弃 烟囱两节结合之处 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 室内立即浓烟滚滚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木材 这些比较易染的东西 放进炉子 这个浓烟 瞬间往房间的倒灌 此时 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迅速升高 这也解释了 刘慧娟中毒的一氧化碳来源 可是 面对警方给出的这样一个答案 刘慧娟的家人 无法接受 是用那种 这个调柱 扫过以后的 很显然 客厅的地面 被人刻意处理过 残留的沙子上 又有暗红色的印记 而在客厅的门背后 侦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紧接着 在大门的背后 客桌下的书包上 柜子的脚上 都相继发现了点状血迹 斑斑点点都呈暗红色 把这些血迹连接起来之后 技术人员发现 他正好形成